欢迎去更关键的时刻 叶伦到了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特别警告中国说 你不要把你过剩的产能 倾销到全世界 如果你把你过剩的产能 倾销到全世界 那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灾难 美国绝对无法忍受 而叶伦这样的一个警告 不是嘴巴说说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承受 非常严重的苦果 我们看到美国 这个是美国非常有名 而且历史非常久的 廉价商店99美分 它现在已经关门了 因为它就算怎么样的降价 它都不是中国的对手 99分对很多人来讲 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基本价格 可以到了39美分 可怕在哪里 我一个电钻机 这个电钻机你看 这个如果在台湾 你大概把500块起跳 没有 它只要卖150块 你看到三组的这个产子 三组产子你觉得多少 现在在美国来卖 它居然只要多少 它觉得不到60元 你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这么廉价的 进到了美国 让美国人觉得 我的消费能力大增 消费能力大增了以后 他说不是年轻人喜欢买 大概是像我这样子 60岁上下的人 喜欢买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现在已经侵蚀到了 美国的所谓的消费的市场 所以各位看到的 现在美国 现在中国 是不是已经对美国 发动了一场价格战争 而这一场的价格战争 它会破坏 全世界的经济规模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赛后知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后知 您好 大家好 好 之前 叶伦跑到了中国去警告说 你这个过程的产能 你不要给我请销到选择界 我想说你嘴巴长那么紧 然后干什么 搞了半天 它最廉价的 99美分的廉价商店 居然倒了 现在刚才讲的 伊隆马斯克受不了了 全部跳楼踏拍卖 现在连苹果都受到影响了 所以现在 中国这么庞大的产能 往世界请销 真的已经变成大海啸了 宝洁 你不跟我做生意 但是我强迫你 要接受我的产品 它现在中国的 往外请销之后 你看 现在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 一直不断的降价 苹果目前为止 股价也在破底 但是其实对美国人来讲 他们感受到什么 中国低价产品的 这个销路之后 他们美国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店 就Only 99 cents的 这个99美分的这个公司 宝洁你知道 他们居然破产了 破产 对 而且破产 为什么对美国人来很重要呢 因为他有1.4万名的员工 就这样不见了 好 1.4万名的员工 为什么不见了 因为他们被 这个拼多多的TAMU 打得非常惨 拼多TAMU 宝洁 他们之前才进去 美国没多久的时间 居然就把99美分的店 把它搞垮了 搞垮了 所以你知道说 市场它的威力 真的非常强大 而且它的价格 是美国的 前所未见的破盘价 你是99美分 我是0.39美分 美元这样 很低的价格 这样进来的时候 等于是让你杀到 让你真的是 我们过去是讲嘛 只有地板价 它现在是地域价格出现了 把美国的这个零售商 打得非常惨的一个局面 所以你说现在 美国对全这些 发动了一场价格的战争 这个价格战争 就是一个倾销战争 它要破坏所有的价格 把大家都拉到地域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是99美分 这家店 你看 现在目前为止 空无一人 什么店里面都没有人 但是你看 反观你看 这是店 你看店里面来说 商品堆积如山 然后在里面来说 你已经是99美分了 我还跳楼大胎卖 我还是卖不掉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还有人比你更便宜 就是这样 那你看事实上 很多东西都完全都没有人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厨艺商品 它已经打了这个 30% off了 就是打7折这样子 然后非常多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看 你为什么美国人 不去那边买 他们发现到说 我在Timing上面买的更便宜啊 好 为什么这样 我们给大家实际看一下 这美国人他们都有这个花魄 他们想做原意 对 你看这只鑽动机 鑽动机来说 宝姐 那想不到 这好歹也是电动 然后看起来也是 要铜铁这样做起来 然后你还要装电池 这一看官 就这个 对 宝姐 他卖一台5.78美元 5.78来说 你乘以32来说的话 大概也是160块 160块 以美国的物价 美国一般 但美国厂商 或是在美国商店卖的 至少这个价格 都是大概是10倍 或是5倍以上起跳 他就只给你杀了5块多 你说这个鑽口机 对啊 只要160块 台币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很喜欢什么 焦花 对 焦花这种强力喷枪 欸 强力喷枪的话 你也有水管弄出来 对不对 他有这个200尺左右 然后他还有这个强力的喷枪 喷枪 照理说应该也蛮贵 而且他有七种段数 看起来的话也蛮贵的 还可以分七段 对七段 有不同的强度 决定下 宝杰你看 他卖多少 他卖2.68美元 2.68美元 原本是9.29 他卖2.68 你看像这个 原本是44.95 他卖5.78 2.68美元 你如果乘以32 大概60块70块 70块买一个喷枪 70块一个喷枪 有七个断数的这个喷枪 你会想这个太夸张了 那买这个 这是修剪这个花木用的 这个修剪 修刀的这个状况 你看原本来说的话 他直接卖一支 1.57块美元 60块 60块左右 好那连这个小铲子 小铲子他还特别跟你说 我们是三个一组 原本卖23 20.39 现在卖你2.29 所以等于是那么便宜啊 所以那美国人呢 他们现在很多影片都是什么 他自己到TEMU上面买 买了一大堆之后 你看他就回家开箱 开箱开了一大堆 你看就是 我们家里要做原意用的这个东西 都好便宜啊 然后马上买回来之后 一寄到 晚上就可以点灯 就把这个家里面的原意都布置好了 对 专门有拍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影片 让你知道说 TEMU不只是便宜 而且就有好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他的开箱的影片 我买了以后 晚上就可以做灯视了 对啊 那你想 那这个TEMU怎么那么厉害啊 抱歉 因为他是玩什么 薄力多效 他就有量要大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这个价格 其实是浮动的哦 为什么会浮动呢 他其实用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只要越多人来买的话 这个价格会越降越低 所以这有点这样 中国这一套在中国怎么玩呢 他就是你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三文不错 我就揪刘宝姐你来买 然后再揪谁 然后他们就开始揪揪揪揪 揪了一大堆之后 价格就往下降了 因为他就是用量嘛 你量越来越大 他把中国那一套拿到美国去 然后你会自己拍影片 promote 然后什么让他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他有社群的这个魔力啊 所以他价格为什么越降越低 因为太多人买 然后又拍一大堆影片 然后他的很简单 他的方式就是 他都是中央管理 就是你呢 你只要厂商 你给我商品就好 那你给我商品 我要保证你是相对低的这个价格哦 那你又是我帮你弄 所以你不用什么运费啦 你不用什么广告费 因为我们一般平台上面都是 卖家互相竞争 所以要花很多广告费 不用 他都是TAMI自己来帮你做 他拍一大堆影片 然后他就把这个产品 promote很低的价格 然后卖了非常多出去之后 很便宜的价格 卖很多很多 那你也赚到钱啊 那TAMI来说的话 他赚到很多的商机 很多的流量啊 而且可怕刚刚讲到 我现在从这个一般的家用商商品 我现在连这个厨艺的 原艺的商品我都卖 那以后刚刚讲到 他现在全世界注意的是 他现在钢铁也全世界外销 钢铁外销 全世界为什么注意到的是 他钢铁外销的数额 比美国一年需要的份额 都还要来得多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 中国的钢铁 保险你知道吗 中国钢铁占全世界的产能 五六 六成左右 所以他等于是 他一个人是比全世界的产能 都还要更多啊 所以他现在开始 为什么这个问题 会被大家重视呢 因为美国对他 克钢铁的税率 虽然他到美国的 你看这是到美国的进口额 是一直在下降 是负成长 因为美国对他克高关税 但是有些国家 没有对他克高关税 譬如说像越南 印度 土耳其 或是巴西 他们就倒大煤 你看他们今年以来的 这个成长幅度 你看每一个人都是 成长80%的 60% 比比皆是 也就是他们 卖到土耳其 卖到越南 完全激增啊 那等于是他们现在 你看像现在巴西 巴西原本跟这个 中国还不错啊 他们这个鲁拉通 上台之后 对中国 还去中国讨好 还去试好 就现在 巴西的钢铁就说 不行了 我们要对这个中国 克25%的这个关税 各国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中国廉价钢铁泛滥 引起了全球抵制了 对 那不只这样 你看电动车也是一样 然后包括说像太阳能的东西 还有太阳能面板 还有什么风机一大堆 现在全世界都发起一个 要抵制他的这个状况 风机 对风机啊 我们要风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的这个 里面的风力发电啊 他们已经发到一个水准 没办法再往这个中国内部 已经装差不多了 能装都装了 他们现在怎么办 往外卖 都生产那么多就往外卖 你说这个中国做的 对风机 他们风机你看 他们风机2023年的出口量 就比前一年 还增加三倍左右 而且他们的价格 在这一年里面下降了 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也就是说 安装的这个目前为止 每瓦大概2.15个 这个2.15元 约莫是9.5块左右 所以中国风机的价格 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一来说 当然把全世界的风机都打垮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全世界的很多 你看美国来说话 它安装是 约每瓦是 43.78 你看我们讲 中国是9.5 虽然约莫是五分之一 虽然不只是美国被打垮 欧洲被打垮 全世界都被打垮 甚至华尔街日报 还报导一个 原本欧盟 法国有一家非常好的 叫FotoWatt 这家太阳能公司 他们原本把它视为 未来法国要振兴 太阳能产业的一个重要的 独角手机业 也被打垮了 就被想到现在了 不好意思 他准备要破产了 因为他目前为止 因为中国低价请销太多了 他的价格比你便宜三分之一 只有你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现在 反正95的欧洲的太阳灵面板 全部都被他们牢牢掌握住 所以变成是这家公司 他最后还怎么办呢 他自己生产不出来 他还去跟中国买 买来都挂上我们公司的品牌 所以他事实上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个FotoWatt的工程师兼工会代表 他觉得怎么叫 他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根本已经没有熟练的工人 我们的车间只能一个一个接着关闭 我们连希望都没有了 他说我们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我们名存实亡 对 就连希望都没有 他们的请销这么可怕 原本因为它价格太便宜 太便宜让进来之后 而且它的品质也不会比你差 中国太阳能面板的这个品质 其实还算不错 所以等于是说 它的风机品质也不错 所以这些产品来说 其实对全世界的杀伤力 才是前所未见的大 而且让人家最惊讶的是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已经无预警的 把Model 3给降价了 一个Model 3只要104万 现在有人讲 现在Model 3也就是特斯拉的 所谓的特点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电动车市场 真的完全被中国玩死的 而且他们也玩死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目前为止 特斯拉他又降价了 他今年已经降非常多次了 他又把这个Model Y Model S跟Model X 全面降价2000美金之后 他几乎现在旗下全部中国 汽车再大砍价 每一款车再降1.4万人民币 然后约莫是6.3万台币 好 所以现在一台Model 3 在中国卖104万 然后我们在台湾 要卖170万以上 所以它是让价格差很多 对 差很多 而且你看 在中国104万 对 在台湾要170万 对 结果现在怎么样呢 为什么你要杀价 因为比亚迪跟的尼莎 比亚迪跟的你看 比亚迪也开始了 他们原本定价是7.98万的 这个产品呢 你看这个 芹的Plus 还有这个驱逐舰的05的荣耀版 原本定价7万多 他分别降2万和2.2万 7万多降2万 这价格你也降太多了吧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降 这样砍的时候 反正今天晚上的 这个美国的盘后的时候 特斯拉公布财报 大家对他今天的财报 完全都看得很衰啊 就说你的毛利啊 你的脚车完全都很惨 所以我跟他讲一个分 所以你说你只要进到中国 对 你所有的利润都没了 我跟他讲 为什么我说是杀死所有人 我跟他讲 我为他找出这个所有的股价 这是特斯拉股价 你看特斯拉最高的时候 存在这个地位 275 现在跌到142 他现在已经 美国前20大都快要排不上了 已经跌到这两层 那你知道中国会很好吗 没有 中国理想 他最高的时候也来到 这个约莫1450块 他现在跌到25块 他也是在杀 大家一起杀 你看这就是大家一起杀 这是小鹏也是杀 然后这是 未来也是杀 连比亚迪也是杀 所以现在是 所以中国都搞得损人不利 所以现在是大家一起死 不是有一个人好 是大家一起死 大家一起在往下坠落 就变成是没有赢下的战争 所以这一场战争来说 特斯拉 没有赢家的战争 特斯拉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会杀成这个样子 BRD也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们要杀成这个样子 现在大家都在做心酸的 你知道 你想小鹏未来 就是卖一台 赔一台卖一台 但是他们还继续在卖 所以大家 特斯拉离不开这个漩涡吗 离不开 因为他们的产能太大 就算特斯拉你离开 你说我不要离开中国 我不要生 没办法 他们会往海外生产 海外生产又跟你互相对抗 所以我为什么说欧盟 美国他们会对中国的电动车 一定会有关税 就是你再不阻止的话 宝贱 这个 这个 法国那一家做 Photowatt的这个惨剧 搞不好未来我们会在 特斯拉里面看到 那也不是只有这样 还有什么 手机啊 我们不是说吗 手机目前为止来说 连 苹果 连苹果都受不了啦 诶 苹果最近一段时间 它在中国的四战鱼 节节败退 人家就有人说 你应该推出一个 所谓低价版 去中国返工啊 再你看 尊贵如苹果 它都要卖高价 你觉得它会催低价吗 不会啊 所以你知道 现在苹果库克也 这个 头盖摸在烤啊 今年呢 在美国的这个 所谓 我们知道 过去的所谓 七雄里面 最惨的就是苹果跟特斯拉 再到目前为止 他们也没有看到 真正能够触底的机会啊 好 刚才讲 现在在Tiktok里面 有很多的新少年想 千万不要让你们的 这个爸爸妈妈 接触到这个Temo 因为 他们真的太便宜了 然后呢 现在 最忠实的客户就是 我手上有一点钱 但我又不是很有钱 但我看到这些商品 我就觉得我是有钱人了 Blogger 美国有一句谚语 叫做通往地域的道路 总是充满的善意 而Temo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为什么是这样讲 因为各位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中国清销 但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哦 如果你穷人买便宜的东西 那各位 他还是觉得自己是穷人 但宝杰哥 你知道Temo 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 他让穷人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觉得自己像是Billionaire 像是亿万富翁 你刚才讲 这个刮五刀 你在台湾买个刮五刀 你总是要上千元吧 没有 1.1 只要30块 对32块美金 各位 刮五刀32块美金 32块台币 对32块台币 你仔细看那个刮五刀 你有觉得很阳春吗 没有耶 又镀金的外形 感觉还特别漂亮 而且再来保留给你看旁边的剃头刀 他卖的时候 宇轩这比较贵 130块 开什么玩笑 剃头刀是专业用品 他还给你展示说什么 不是价格便宜 来各位你看到 录下去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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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溜溜 干干净净 而且你看哦 完全的这个一笔刻画 哇 看起来好好用 好心动哦 这个根本就放在抖音上面 都会变成疗愈系短影 疗愈系影片 你说这个 只要120元 所以120元台币 所以各位啊 我就讲了 他不只是商品便宜而已 重点是什么 他会让你感觉到 这个商品又好用 而且你看还拍了这种 长辈看了最会开心 最会喜欢 连年轻人看到 我如果滑抖音 我都会忍不住 停留下来多看几秒 我都想买了 很疗愈的影片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他的魔力在哪里 保际哥不只是如此 他还有另类 120块 他有另类行销 120块你觉得很便宜 你现在犹豫了对不对 没关系我跟你讲 我24小时之内 卖了2500个 而且最后只剩下10个了 你还不买吗 再不买就没有了 再不买就会清空了 现在对不起讲 我24小时卖了2500 再买没有了 对 而且总计销量高达10万个 你看如此热销的产品 你还不赶快下定 好了 倒不住 剩下了 反正才100多块而已 买回来就算不好用 我也是随随便便 而且各位 相关的产品 非常非常多 成千上万 为什么 还有啦 你看隔壁有 有卖什么 20小时卖936个 这个是卖什么的 这个叫做太阳能充电板 坦白讲各位 你如果第一时间直观看 你会觉得 太阳能充电板有什么用 我用行动电源就好了 反正他也不管 反正总之好便宜 一个才250块台币 一个才200块台币 而且你看 哇真的 太阳晒下去 本来没充电 这个只要200块 对 马上就充电下去了 各位 但我坦白讲 你可能没有忽略到 当你下定的时候 你要实际考一下 太阳能充电 一般现在手机耗电这么大 它是能够用多少电 不管啊 反正给他买下去就对了 回来用 不好用 我就把它丢在仓库里面就好了 与此同时你看 反正才200块 反正才200块 还卖给你爱的小手 爱的小手这个就便宜多了 为什么 爱的小手一样是200块 你说这个魔术小手 各位 你去看那种公园阿伯 在那边清垃圾 清草皮的 通常都拿这一支 但他把它美化的特别厉害 他还拍这个精美的影片 跟你讲说 你是不是厨房 常常都很多缝隙 哇 想拿到长辈 这个腰痠背痛的 伸下去等下腰闪到 没关系 你只要买了我们这个魔术小手 任何的缝隙 只要伸进去 通通都可以 这也是200块 都可以拿得到 而且还用家庭主婦最爱说什么 说这种水果刨丝漆 还跟你讲 1.6折 非常便宜 只要1.6折 一样 200块就好 他就把各种的蔬果 反正只要撸下去 只要弄下去 通通都非常轻巧的 都可以弄出很漂亮的这种 水果啊 丝瓜 菜瓜形状 你说就这个东西 对对对你看 他每个 而且保得跟你们 切菜机 你有没有仔细 都有一个重点 他这个每一个影片 都拍得非常精美 他虽然一个东西 卖你200块 一个东西卖你100块 他有没有广告给你马虎 通通没有 所以长辈看了 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 真的是好用 这个也只要200块 对这个也只要200块 而且不只是如此 各位 他还有那种 已挂式被挂式 有没有 你会看到说 雨萱这什么东西 只要不管你是什么样 在阳村的车款 挂上去之后 保证让你的车子 后座的乘客 都能体验到头等舱等级的感受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 它上面这个背板可以挂下来 挂下来之后 有没有 像是头等舱 你要用餐吃飞机餐的时候 那个样子 而且下面还可以装水壶装什么 还跟你讲 已经卖了6万个 你再不买 剩最后一个 立刻赶快下定 我们刚才讲了 这么多保鲁哥们都讲 这个都是便宜的东西 小东西 这有什么大不了 你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贵的东西都卖 各位 我们最常开车 除了我们讲这种被挂式 你知道用到什么 保鲁哥 什么 吸尘器 因为车厂是不是很脏 我们总不可能每次都跑到洗车厂去弄 他讲 各位 你现在看到这个吸尘器 哇 什么东西 碰到就吸 碰到就吸 勾槽 全部 马上清洁溜溜溜 长得还有点像低牌的这种高级的吸尘器 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我跟你讲 很便宜一样 两百多块就有了 两百多块 这个高级吸尘器 一样跟你讲两百块 而且你要不要仔细看 上面跟你讲的是什么 它是Less One Only One Left 只剩下最后一个 你买不买 我看啦 我不管啦 反正我就要给他买下去了 太实用了 而且跟你讲 24小时里面卖了1600个 除了这个高阶吸尘器 还有什么 无人机都给你卖 无人机 对无人机 他跟你讲说一台多少钱 一台没多少钱 三百块 四百块就好了 而且这无人机 你以为它是阳春 没有 他跟你讲有前镜头 还有底部 他的肚子也有一个镜头 你看这个影片 多么像什么抖音热门热搜影片 拍的这个多酷炫多精美 你不讲 我还有一台4000块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他就跟你讲 而且是高清的镜头 你就知道现在在美国呢 为什么这些父母 都会爱上这个邪教 因为他们讲说这个父母 已经风靡这个tempo 已经风靡到没有道理 他们就列举了非常多的故事 因为很多这种年轻的好朋友 反而是在抖音上 跟大家求援说 不对 我的父母现在迷上tempo太可怕了 他说有一个妈妈更厉害 说这个妈妈做什么 他说tempo有卖这种太阳眼镜 一个只卖大概3块钱美金 就这个啊 对对对 这个太阳眼镜 就他 3块美金 他说你要嘲笑我很怂啦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在上面买东西 我就觉得我像一万富翁啊 不到100块 对啊不到100块 就等他更聪明 就等他干什么事情 他把他好康盗手帽 拿去转卖他的邻居 因为他有些邻居那种六七十岁的 那种阿姨阿阿伯 没有用tempo 所以他就一直卖他们多少钱 你知道吗 卖15块钱 他tempo上买3块钱 5倍价差 就卖15块钱 通通卖给人家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有一个就很凄惨了 宝洁哥 有一个19岁的女儿就说 不对 我要拯救我的妈妈 他说我怎么会这样讲 他说我妈妈买了57个铲子 宝洁哥我问一下 你买57个铲子你要干嘛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你管他干嘛 因为一个只要0.03块 0.03块 就1块钱台币 你买不买 你买不买 一个铲子1块钱 1块钱台币 那当然买嘛 我管他的 反正我买了我就觉得很爽 我铲子大副 我家里白买铲子要做 因为我各位 我还再三圈了 所以他到底买这个铲子要干嘛 后来我发现我思考错误了 管他要干嘛 反正一个才1块钱 谁不买 要不是你 你买嘛 当然都买 他说我妈妈这个 这个已经中毒太深了 把铲子全部放在花园里面 也不知道57个要干嘛 而且各位 不只是如此 甚至是有一些那种 爸爸你知道吗 就很有爱心 因为他是这种天姆粉 就每天不断刷天姆 然后跟他女儿讲 我有珠宝你要不要 我有很漂亮的手势你要不要 那问题是都很怂啊 因为他后来回到家 后来发现很可怕 家里 明明是美国人 挂了一堆什么龙的图腾 大红色的吊饰 然后这个珠宝 珠光宝记 看到他假的 反正一个才几十块而已 他爸爸就说 你不敢 我就等到 没关系 而且不只是如此 甚至有人的女儿 因为长期在外 结果有一天回到家 她说不行 我妈妈变成天姆魔术师 为什么被天姆魔术师 因为他发现了 他整个房间变成粉红色 你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天姆呢 是我这个年纪60岁 怂够舞她 这个小女孩 她说 她受不了了 她回到家里 她的窗帘变这个样子 对 而且她整个房间都装饰成这样子 这最可怕的是什么 上面还写着 她说 不对 我回到家里 就我房间 我看到一个大字写 Hi Gorgeous 就是说 哈啰漂亮宝贝 吓死人 我爸妈买这个东西给我 我不要 吓死人 而她想说 一个才多少钱 各位 你以为这个窗帘 你以为这个挂布 很贵吗 没有 一样 240块台币 200块 而且宝贝 你看右下角 那个更可怕 你知道那个亮晶晶的 那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比较贵 这个你知道多少钱 这个要900块 但它是霓虹灯 很酷炫 炫彩 我都不知道 这个要摆在哪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家长 为什么这么风鸣 甚至有人讲 我爸是这种退休公务员 平常的购物晚上都不算 他都说这个东西都骗人的 没有想到 连我爸都变成天姆粉 我跟你讲 这个状况真的很严重 但你说 除了这个商品 除了这个宣传影片 除了这个东西 有骂西京之外 为什么能让他们如此着迷 因为你点进去天姆之后 你就中毒了 你就进到一个网路游戏 他一开始你看 我赠送了200块 哇 还有转盘 好有趣哦 哇 马上领到相关的消费券 而且每一个产品都会跟你讲说 限时抢购 折扣两个小时 不然就说只剩下一个快卖完了 只有我们这种玩游戏互动 而且越买越多越买越便宜 好夯到相够 越买大方充的方式 所以让所有美国的家长 全部都深陷在天姆的领导里面 好 事后 你之前讲过 叶伦算是 现在的政府里面比较轻松的 连叶伦都受不了 你想想看 你对于五六十岁的人 你给我搞个天姆 你给我搞这个跳楼大拍卖 让他觉得我是亿万富翁 可以随便乱卖 你对于青少年给我搞个Tiktok 也是敢让他洗脑 反举入侵到我大美国 我无法忍受 好 你说 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 就算了 反正如果我商业行为 我比不过你 我认嘛 不是 他根本就是欺商权 照讲欺商权 应该是商人一千自损八百 不是 商人八百自损一千 我即使商人八百自损一千 我要干 你明明自己内部 你中国的经济已经烂到爆了 你不去解决 不去提升你的品质 你到处去抄袭 你的小米 根本跟Pouch一样 然后你再说 全球给我请销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销 他们的卷 卷得非常厉害 他们不是内卷 他现在往外卷 往外卷 而且他现在是怎样 卷到那样 我自己死也没关系 我要拖着你 你看一下 特斯拉跟那些小米 那些所谓 跟那些小鹏那些未来 他们现在杀了怎么样 杀了就是没有 没有未来的理念 大家都杀来杀去 然后小米还跳进来 所以你说这杀就要停止吗 不会 当然不会停止 所以伊隆马斯克的麻烦 真的相当大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又说那不是这中国真的杀得非常厉害 杀到什么 连他们首富现在都受不了了 首富王健领来说 他之前曾经说 我永远不会放弃我们集团里面 特别是购物中心 这是我们集团的核心 跟没想到最近没办法了 他最近在这个4月9号的时候就说 我把这个北京万达广场实验有限公司 就是这个大卖场 我把它卖掉了 把它卖掉 卖掉约莫是多少 卖100亿人民币 约莫折合信赖币是446亿左右 把他卖掉了 这个很大你看 这万达广场 宝贤你自己看 人这么小 他这个万达广场是相当大的一个广场 你看这么 这么恢宏的气势 连他们的总部都卖了 所以就说他现在呢 万达已经撑不住了 宝贤那他不是只有卖他总部 他还卖什么 他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他也卖了600多亿人民币 把很多暗场全部都卖光光 所以就说他目前 万达现在是在自己的国内跳楼大开卖 对好 那他是怎样呢 他原本在一年之前呢 他的身价还有一千多亿 那结果没想到他现在 跌到只有三十三百多亿而已啊 也就跌了72% 就市值挣发那么多 而且他万达还是相对比较好咯 你要看其他的也是很惨 所以来说中国好像 自己在杀来杀去杀到 你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也是一样 杀到大家完全都不见天 现在中国就是杀 杀了一塌糊涂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Taming 这个所谓Taming又跑到海外去吗 因为中国现在也是杀得很惨啊 在中国更惨 现在阿里巴巴什么都被Taming拖下来了 那Taming怎么办 他往外去杀 所以才说现在整个这个杀 杀盘的力道往海外去 而且杀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中国才刚公布第一季的 这个经济成长率 他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5.3 然后就说是我们武汉 这个新冠肺炎以来最好的数据啊 但是5.3保杰知道 全世界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数字 因为第一个你中国没有好的东西啊 第一个有没有 重要是房地产 房地产产业算中国的经济财产业的百分之二十几 就它第一季的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下降百分之十 然后地方债的话是负债 就地方没有去投资啊 那你这个怎么增速会有百分之九 这个投资的增速是百分之九 这从哪里来 大家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 卷到大家完全都非常惨 那我们就讲嘛 中国消费差 不是你可以看几个状况 中国第一季里面来说 有46万家的餐饮企业倒闭 所以46万家 那照理说经济成长率好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而且餐饮最能够反映的民间消费了 你看我们今年第一季来说 我们餐饮还不错啊 所以表示我们经济成长率还可以 但他们明明消费很差 那你哪来的经济成长率 你看这种虎头局的这个渣打饼行啦 然后默默点心局啦 然后还有我们台湾人去 相不相不齐下的这个趁热 坦修啦 他也是倒了很多一大堆全部都要 什么饮料店倒了一大堆 所以倒了非常惨 那倒了非常惨之后 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出了一个什么 他们现在年轻人开始在网络上在说 我们要一个穷鬼套餐 什么叫穷鬼套餐 对穷鬼套餐就是说他们现在去找 早餐吃什么最便宜 然后中餐吃什么最便宜 然后晚餐吃什么最便宜 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就一个穷鬼套餐 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有所谓三块钱 你可以吃这个自助早餐 可能就是粥啦 一些小菜这样子 三块钱 好 那中餐是吃什么 是肯德基 肯德基有19.9块的这个套餐 然后你要下午茶是喝一杯 9块9的这个咖啡提神 然后晚餐去7-11 抢购这个10块钱的这个面食套餐 然后8点半以后去 河马先生呢 去抢这个所谓大车商品 就是变成是他们的穷鬼套餐 就是他们都会找当时段最便宜的这样 什么时候中国民众变成这样 以前不是都说 哇 砸大钱去海外消费啦 然后去买什么黄金一大堆 震撼全世界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中国民众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董事长 叶伦跑到中国去警告说 你的东西不要跟我倾销到全世界 我当然就是一句话 后来我看到这个 美国的财经媒体的报道 才知道 中国的商品已经大举入侵了 什么叫做黄祸 黄祸 现在真正的黄祸是这样子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 他们比较犹太人跟中国人 犹太人看到 比如有一个人 在高速公路旁边 或是公路旁边 开一个加油站赚钱 第二个犹太人看到会干什么 这个赚钱很好 刘宝洁开一家屋子家去了怎么办 我就开个咖啡厅嘛 因为你有客源给我 第三个人看到 黄世中心开一个咖啡厅赚钱 那我就开个摩特尔可不可以啊 就一直整个就开始建一个 陈航程序 建一个一个欠 一个互相支援的一个系统出来 中国人怎么干呢 你第一个 加油站赚钱对不对 我第二个刘宝洁赚钱 我去干什么 再盖加油站 我再盖加油站 黄世中看他 第三个要干 然后就第四个要干了 一大票都干加油站 就他死在这里 不会死 所以干嘛 干嘛 先杀价 先杀价 先杀价再讲 知道吗 不会死的 他先杀价 他国内杀完怎么办呢 杀到美国嘛 就我现在讲这个 拼多多这个故事 Temo这个故事 讲给大家听 Temo这个就是 刚好在阿里巴巴 倒霉的时候 新起来的 他的做法跟别家不一样 你不要看他这么简单 他很困难经营的 很难嘛 他后面的know how 很困难的 他是靠什么 他就是靠以前 像电视购物的概念一样 他就有个人在那边卖东西 他有人在推销的 他有Demo 他有展示的 所以他每一个产品 他不是在挂在那边 静态卖 不是的 他介绍给你听 然后他告诉你 跟你喊话 你看我现在两千五百个了 对不对 然后他 所以卖那个砖土机 砖给你看 砖给你看 使用给你看 那个剃头刀 剃给你看 那个片子谁拍 那个拍后面 很大的那个制作 我们都做电视的 要很大的production team 那个 team 而且他每天都干 每天都有 他天天都有新产品 好像每个商品都有 他每天都有产品 对不对 他天天都推出不同的广告 他不是广告 他就是产品展示的影片 一天拍 几千个影片拍出来 那个量多大 那个比电视台还大 他一年营业额上千亿人民币 开玩笑 好几千亿 那个要多少产品 很简单 他的产品就是很简单 你美国这个商店有了 对不对 对 我一定有 然后我一定是你的半价 你有我一定有 第一个 有了他东西绝对不缺 第二个他一定比你最 全世界最便宜 可是 人家讲啊 然后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那你讲的没有错啊 对啊 杀头生有人做啊 赔钱生意没人做啊 他厉害都可以 他厉害 第一个 他有中国供应链 是国内的对不对 拼多多是什么公司 拼多多主要市场在哪里 在中国不是吗 在中国嘛 他在中国赚钱到美国赔嘛 他有补贴政策 他哪那么厉害 他这边赚来到那边去赔钱啊 所以他有中国市场的补贴政策 在第一个补你 然后第二个更狠的 他的股票在哪里上市啊 在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 那国内你股票的溢价是 溢价是什么 其他价钱 溢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P.E.值嘛 溢价 比如说我现在十块面额 我卖五十块嘛 溢价是不是四十块嘛 四十块就算 四十块归谁的 股东的 归公司的 不是 归公司的 因为我的股东 卖出来的那个叫做溢价差嘛 溢价差归公司的 公司的钱等他干什么 他在赔啊 但是你美国人买了我的股票贵 对不对 我就再赔钱杀给你 美国人自己买了拼多多的 高价的股票 美国现在总共有 1.53亿的用户耶 他买了拼多多的价钱 买了便宜货 对不对 然后又买了 这边华尔街买了他高价股票 那股价那个差价 进到公司 他把它变成 以行销费用就干出去了 对 所以他把你怎么搞 用你的头抬 你的拼 你听到吗 他用你的头 对对对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他然后第三个 政府有没有补钱我们不知道 但就要是跟工厂直接要货 还有一个更厉害是干啥你们 他通通是copy的 盗版 本本最低 你美国刚刚研发出来了 研发出来在中国要找代工啊 找谁代工 工厂代工 找工厂在哪里 中国 在中国 中国还在那边研发 还在那边打样的时候 他已经卖了 都把你搞死你 美国好不容易我在 我在纽约设计了一套 一套工具 对 或者一套衣服 或什么东西 不管他刚刚设计出来 名牌设计师 要请我们这个 请玉峰的工厂代工 玉峰还在打样 我这边把样本拿出我就干了 你根本还没开始卖 我就已经在网上了 就像小米的汽车 直接把push拿来仿造 那好 那你怎么办 你告我嘛 所以他每天吃官司 他吃官司 他不怕 你告就告 没有换人家算了吧 因为那个样品 你最后他在在哪里告 在中国告 在中国告 中国的法官判罪啊 他怎么判 你知道吗 怎么判 样品一个多少钱 样品一个多少钱 我问你 样品一万块好不好 赔一万块 赔一万 还被昏倒了嘛 他没有什么 他的专利权 所以他是天罗地网的 给你干 你知道吗 最重要是他的盗版 可比 快速生产 新产品 新花样 然后打折 拼价钱 然后只要你有高价 你有产品 我就一定比你便宜 那不是把全世界 制造业都搞死了吗 这叫做经济统战 这根本不是 没得跟你客戏啊 你说那叫什么 经济统战 这就是战争啊 这不是血淋淋的战争 你就开始失业了 你就挂了 以后你就开始 一万四千人没了 然后你开始 以后你用谁的东西 中国东西 依赖我了嘛 所以德国现在 这为什么他们现在讲 要de-risking 要去风险化 什么意思 供应链全是你的 我没有 我脱离不了美国 脱离不了老共啊 我是张稻荷 又一道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丹丹来上线